宣署見拜 那經本所到現場後 發現死亡已多時 說明社會案件 邏輯條理清晰 被投這名在地老所長 卻因為涉潭 遭到士林地檢署調查 原來是將警察宿舍 出租給朋友 自己當起二房東 就您知道說 他給這個人住多久 應該有半年以上超過 是他的朋友而已 他們沒有任何清楚關係 算一棟 因為他就是獨棟獨戶 但他只有一層樓而已 無心所長抽到北市警局 位在北投知名社區內的 三房獨棟宿舍 市價這裡移動至少六千萬起跳 租金也要十萬左右 但公職人員使用 每月只需繳兩千四百二十一元 沒想到所長疑似賺外快 把其中一間房租給這個人 比較沒像說比較高檔的東西 曾經參加福茂公廳會 杜信男子原本是做殯葬業 2010年參選台南市議員落選後 回到台北成為所長的訪客 鄰居都知道這棟就是警察宿舍 卻也都清楚住的人不是警察 本案本分局接獲檢局後 以依法調查 並報警示林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依照警政署規定 宿舍只有本人和直系親屬有居住權 江政府提供的宿舍福利 轉手出租 看在同事眼中 不僅觀感不佳 而且已經觸罰 三選成招文字場的徐湘芸 台北